我們回來講 難道沒有企業 可以直接幫忙買疫苗這件事嗎 因為照剛剛的說法是 一定要對政府 不能對企業 但是在國際間 我們看到菲律賓已經有一位 賭場大亨買到疫苗了 對 菲律賓的賭場大亨 其實他就是直接跟莫德納原廠 就直接談兩千萬 人家就買到了 雖然最後也是一樣 有政府的介入去參與 但是企業界還是有辦法 直接跟原廠對談 然後前幾天好像記者會說 佛光山的那個Johnson Johnson的疫苗 不會去除了只給COVAX 不會給其他任何國家 他們只給COVAX 但是網友就也提出來 那韓國不是有一百萬的軍人 是四個企業家去談的 跟Johnson Johnson談 就給韓國的軍人打的 這樣的消息 所以到底現在就是說 民眾會有一個態度 就是說你指揮中心在記者會上說的 到底是不是確實明確的事情的消息 還是它是部分事實 那還有一個態度是十五萬劑的莫德納到的那天還記得那天有開個緊急記者會在傍晚 那也有記者問陳時中部長說 那我們會不會再加買莫德納的疫苗 以各國的 你看加拿大他們買的超買十倍八倍 日本買好幾倍 然後甚至他今年莫德納再加購 加碼再多買一倍 他原本訂五千萬 後來聽說又再訂五千萬 那他就是用五千萬的市城 兩千萬好像在四月的時候就已經出貨給日本了 只是等待日本的EUA 那臺灣聽說這一次六月也會拿到所謂我們五百萬訂單的市城 就是兩百萬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要訂人口 超過人口量的好幾倍 因為你我們知道現在變種病毒 你疫苗絕對不會只打兩劑 莫德納現在在推第三劑半劑量的第三劑為了對付變種病毒 而且甚至於將來有小孩子對不對 對 還有小孩子 青少年 所以不會只有這些人口需要打疫苗 那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剛剛在聽的時候是很難過 因為這些商業的法律的東西 我都不懂 我就是只瞭解醫學的部分 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們臺灣需要疫苗 絕對不是只有這麼少 而你記者問你態度說 你願不願意再加買的時候 是說臺灣夠了 不需要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說怎麼還在卡這些法律的問題 臺灣非常需要疫苗 而且是趕快進來 人家兩千萬劑 莫德納全球可以出貨十億劑的時候 臺灣的五百萬只是零頭 你現在給我十五萬 十五萬 丟下去連第一波的醫護臉遠三十三萬 都打不滿 你不要說現在什麼醫護臉遠都打過AZ 不是這樣 那OEC你打過了嗎 我很抱歉 我就是在等莫德納 因為我跟大家講道理很簡單 你不敢打AZ 我第一個 我很久就很早就開始研究血栓 可能等一下再跟大家聊 第二件事情是五月十五的時候 全臺灣布立醫院的醫護大部分醫院 只有十五%的醫護打過疫苗 所以五月十五你開始打第一劑AZ 抱歉 十四天後才有免疫力 而他們要打第二劑要到什麼時候 到八月的時候了耶 因為第二劑是要八到十二週 而且太早打會沒效 因為你腺病毒一進去 疫苗一進去太早 你的免疫系統就把腺病毒疫苗幹掉了 所以第二劑你太早打是沒有用的 那所以你五月十五打第一劑AZ的人 事實上他也到八九月才能完成他的免疫 可是如果我打莫德納 抱歉我可能在一個月內 我馬上就可以完成完整的保護力 我就可以上戰場了 甚至我就願意志願去看能夠做什麼 我都能夠幫忙 所以為什麼很多醫護 抱歉不是只有我 還有很多醫護 他也還在等莫德納 為什麼菲律賓的賭場大亨 可以以企業的角度 捐兩千萬劑的莫德納給菲律賓政府 他為什麼能夠成功 那如果照我們執政黨的說法是 只能對政府 那顯然這中間有我們所不懂的落差 就是說如果只能對政府 那賭場當然為什麼買得到 所以這裡頭 政府當然要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 但不是企業都不能 對 那其實剛剛你講的一個重點 包括現在新加坡跟越南 他們都已經允許企業去購買疫苗 但是中間就是你要政府跟藥廠去簽約 所以你企業是辦了一個橋樑 比如說我們台灣在學名要 我們在美國 我們在全世界學名要 前十名裡面有七名都是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很厲害 我們在美國連遊說各方面都有 所以包括那個 何光山都說怎麼那麼厲害 那個嬌生晚上宣布不賣給何光山 你知道多厲害 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台胞 在美國去遊說說你跟我說不賣 不賣不賣 那不是背後插刀嗎 對 你知道我們多厲害 連那個川普共同剛上任 他就叫他說你靠台灣蔡英文總統 他就靠 照共識外國他就靠 所以台灣這方面政府夠來 你郭董其實也可以不要買BNT 去買摩托納 對不對 在這裡跟美國買 所以依郭董的能力是有能力的 你政府基督中 基督以後所有的事情都要政府 政府要開大門走大步 所有的法令就沒有法令 你就是進來就是綠色通關 你只要是原廠的東西 只要打下去就好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不要說五四三 你現在一天今天人都死了 我告訴你 民怨會騰 真的撞不住了 你如果要怎麼卡 卡到沒了 會卡死自己 好 來 翁醫師 我講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我們訂了這麼多法律醫療法 什麼法 藥事法 立法的目的是為什麼 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 而且指揮中心有一個上方保健 叫做霸王條款 那只要是在緊急事件之下 什麼法律規定通通可以不管 你看 去年是不是禁止 醫師人人出國 你可不可以從憲法的角度來看 你可不可以禁止人家出 不行 但是在緊急疾病 傳染疾病之下 可以嗎 那叫霸王條款 我們去年做了很多不行的事 比如說手機追蹤人家的行蹤 這個也是不行的 從法律層面也是不行的 但也做了 這現在完全不是法律的問題 所謂授權書就是BNT 他要告訴你說我願意賣 就這麼簡單 如果連BNT連願意賣 都不願意賣的話 那其他沒有什麼 其他後面就沒有了 所以剛剛賴老師講的 有一點我很認同 其實因為BNT 他有牽涉到復興的問題 BNT又很想進入中國市場 他本來預計說 今年要賣1億支 但其實北京到現在 都還不願意給他 因為北京他想要 我要有科興 我地方政府 要用中國國藥 所以現在就是 如果郭董當初不是去找BNT 他跟莫德納談 或是江森談 也許還比較快一點 他現在因為牽涉到BNT 牽涉到他想要進中國市場的時候 他就對這些事情 他對於台灣的東西 他就會收手 所以問題是在這裡 不是在哪裡 我認為這樣子 就是說指揮中心 如果願意公開宣誓 我們接受東洋模式 我們歡迎所有台灣的企業界 你只要尋著東洋模式的 我們都可以來做配合 指揮中心願不願意做這樣的宣誓 如果做這樣的宣誓 我相信有很多企業界 願意協助政府 透過各種管道來購買 而不是現在看到陳時中在那裡 把很多人定位成為前客 定位成為前客 坦白講是很難聽的 前客代表什麼 前客代表說我中間要賺好處 所以這種是一種污名化的操作模式 他不需要這樣講 你要是拿錢出來捐的 而且我要再三強調 今天如果指揮中心能夠開大門 把心胸放寬 就像剛才翁醫師講的 你訂了這麼多法律的目的 是為了要救人 不是為了把我們自己綁死 在這個時刻 如果指揮中心講 東洋模式我可以接受 我們政府透過白手套 可以避免直接簽約所造成的名稱問題 我相信這條路是走得通的 只是在於說指揮中心自己的心態究竟是什麼 我們回到疫情 在今天新增了585例 這當然是含校正回歸 這裡頭有364本土 219校正回歸 阿中部長說看到了新的高峰 今天總共總共有585例 新增了366例 這裡面364是本土 兩例境外移入 那校正回歸個案有219例 那校正回歸案子仍然多 所以整體來講 看起來似乎 又好像一個新的一個高峰 不過目前這樣的一個跡象來看 是屬於比較不好的一個跡象 聽阿中部長這麼說 我們好緊張 他說現在高峰要來了 甚至於說到第四波 大家有爬過山 你要到另外一個山頭 你踩在前面那一個是個高峰 你今天不小心踩上了一個高的石頭 又再坐下來一點 又再踩到一個高的石頭 你就以為你經過了三個高峰 這樣說法也未免稍微有點 那溫馨你認為還會更嚴峻 絕對更嚴峻 那柯P的說法你認同 我認同 因為之前其實就一直跟各位提 最重要的數字叫做檢驗陽性率 而我們雙北的檢驗陽性率 目前還是很高 代表我們篩檢量的一直不夠 好 檢驗陽性率 本來有掉到5.3 又攀高來到了5.5 那我們來看雙北的情況 我們先來看 在新北的部分 其實林口又往上高了 但是稍微下來 現在持續在攀高的是土城和盧州 那在台北市的部分 信義區 包括大安區 文山區也超級高 所以這幾個區目前還在紅色警戒 但這不是只是雙北的問題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就像柯P所說的 要開始擴到全台了 晶圓電子 我們來看晶圓電子 晶圓電子出現了極大的破口 甚至他們公司有公告說 禁止產線員工佩戴醫療口罩 來問一下署長 為什麼他在禁止產線員工佩戴醫療口罩 這件事讓我覺得匪夷所思 當然公司的說法是 因為我們那是無城市 那無城市本身的防護就夠了嗎 不需要醫療口罩嗎 對 這樣啦 就是說其實有一些情境 會造成他不方便戴一般醫療口罩 但是他還是有戴口罩 那我必須說真正的關鍵 恐怕未必是在這裡 第一個就是現在為什麼阿中部長 繼續讓大家上班 他一直沒搞清楚兩件事情 一個是無症狀就會傳播 不是量體溫就沒事 還沒體溫高就在傳 第二個空氣傳播很重要 那這個案例他有戴口罩 但是我就比較更擔心的是 除了他們一起工作以外 另外他們宿舍一起居住 宿舍裡面睡覺會不會戴口罩 吃東西會不會戴口罩 所以新加坡即便防疫 做到非常的嚴密 他都發生過移工宿舍的群聚 而且搞了很久才搞下來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場合 他除了上班他或許有戴口罩 沒有辦法戴到非常完美 但是他還有群居的問題 各位想想看 大家不要一天到晚學著阿中部長 跟在疫情後面看 我們不用等這個案例出來 就知道哪邊會有案例 哪裡還有群居呢 國軍不是早就很擔心了嗎 所以小英總理你來看我們 我們要的是疫苗好不好 這個國軍啊這個警察 有人的地方都有危險 所以才說第一個疫苗全民接種很重要 第二個要檢驗 要檢驗 要檢驗 事實上美國比如說哈佛大學 他們哪怕已經疫苗接種率這麼高 哪怕幾天沒有病例 他還在檢驗 從一個禮拜驗三次 變成一個禮拜驗兩次 檢驗對於新冠肺炎 SARS二代病毒 就像發燒對於一代SARS 所以我們這樣的群聚的地方 那政府沒有一個有效的做法 所以包括長照機構不是也在發生嗎 所以這些事情都可以預測 而且我們永遠有追不完的群聚 但是檢驗大塞車 確實是目前我們檢驗量能不夠的 一個現況 就是我們還是要面對這個現實 那沒有辦法解決塞車 因為我們的人力就是不夠 我們的機器就是不夠不是嗎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有一些人他還是要去上班對不對 那甚至於家裡面 我們也不知道誰已經發生了 然後每次一搞 就是全家都感染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國外 他把這個檢驗做到呢 甚至於你就自我採檢 是免處方的試劑 免處方的試劑的時候 你工廠可以做 你這個大學可以做 你這個家裡也都可以做 那我這邊給大家看一個表 就是說指揮中心 真是一個這個亂情散佈中心 一天到晚你就在講檢驗的壞話 第一個他跟你講假陽性 第二個講假陰性 第三個又講上行率 這些通通錯 因為在傳染病 你今天露一個 下禮拜就是五個 所以柯P你不要再講什麼 要精準 然後還指揮中心 每次都說精準檢驗 精準就是說他塞十個找出八個 這樣才夠精準 你只塞十個 你外面一百個裡面三個 那你三個沒找出來 你下禮拜變十五個好不好 所以檢驗 第一個普及大量塞 第二個同時塞 然後後面要反覆塞 像這個快塞 當然他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但是他只要九層的敏感度 叫做真陽性 他就可以幫你九層的 把九層病人找出來 馬上就把它加以隔離 你就去除了九層的這個傳染源 然後他百分之九十八的特異度 就是百分之九十八的真陰性 那他驗一百個人 就幫你九十八個沒有病的 他就不用做PCR 所以我們的PCR核酸檢驗量 能不夠的時候 你用快塞 利用它的真陽性 求病毒 減少傳染源 利用它的真陰性 降低我們核酸檢測的負荷 而且要趕快大量的做 我認為我們台灣幾個縣市 是還有舊的 但是如果繼續這樣耽誤下去 沒有疫苗又不准採檢 然後我就說只講養病毒 那這樣一直養 就算是做半套的這個假三級警戒 事實上病毒還是在傳播 那沒有去上班的地方傳播了 就在家裡傳播 這搞到在家裡都要戴口罩 人家以為我們是在撒哈拉沙漠防疫 好 所以能不能做自我快塞 為什麼指揮中心聞快塞色變